今天會帶大家來最新的Youtube直播教學 新手如何快速的在Youtube上面直播 不管你是使用手機還是使用電腦 我都會告訴你如何操作 我會推薦給你專業的直播軟體 讓你的直播變得更好看 和觀眾有更好的互動 這期影片有麻煩的乾貨 希望大家都能夠自己看完 hello大家好 歡迎畫畫片 我是Greyson 你在通過Youtube頻道 在網上導致一個人品牌 歡迎對我頻道全新免費的 接著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結合到最新的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完 也能夠找到很多Gmail使用工具 接著我會使用Mac電腦進行展示 但是如果你是PC電腦 也是一樣的操作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下 如何開啟Youtube直播的功能 首先我們需要來到Youtube首頁 然後點擊頭像 這裡我們進入到Youtube工作室 這裡我們找到設置 選擇頻道 這裡選擇功能使用資格 這裡一個選項是 需要驗證手機號碼才能夠使用的功能 我們可以展開一下 這裡就有直播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開啟Youtube直播功能 你需要來到這裡 去驗證你的手機號碼 就能夠開啟Youtube直播功能 在電腦端進行Youtube直播 是沒有任何的要求的 每個人都能夠開始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手機上面直播 是有一定要求的 待會會具體告訴大家 再回到Youtube首頁上 點擊之後創建 點擊開始直播 這裡我們就進入到了創建直播的頁面 大家在背景可以看到 我的攝像頭已經開通了 首先我們需要輸入這個直播的標題 等一下可以在描述欄裡面 揭露一些說明信息 你可以添加直播的說圖 然後你可以把直播揭露到一個播放列表裡面 這裡會問你你的直播內容是否是面向而同的 這裡有年齡限制選項 你可以設為這個直播 是否需要滿18周歲以上的人才能夠觀看 這裡還可以展開內容 這裡會問你你的直播是否有包含宣傳內容 你是否有允許自動畫分章節 是否有允許顯示電的信息 這裡可以加入一些標籤 去讓你直播更好地被觀眾搜索到 然後你也可以添加錄製直播的地點 這裡可以讓你選擇評論的審核 然後選擇繼續 如果你的頻道已經開通了盈利 你可以在這裡開啟廣告盈利 然後可以選擇繼續 這裡會有自定義直播的設置 例如說你可以選擇實時聊天 實時重放 然後就是參與者模式 誰可以發送信息 你可以選擇所有人 訂閱者 或者是只有會員可以發送信息 你可以選擇消息延遲 例如說60秒的延遲 或者更長時間 你可以使用最新的功能 就是轉播的功能 你可以引導觀眾 在看完直播之後 去看下一個直播 你可以添加直播的預告片 它的長度可以為15秒到3分鐘 然後我們選繼續 這裡是直播的公開範圍 你可以選思想 不公開列出 只有會員可以看著直播 或者是完全的公開 在這裡底下 也可以安排直播時間 在這裡可以選日期 在這裡可以選時間 然後我們選完成 在這裡就會有直播的預覽 如果你想修改直播的縮圖 可以點進這裡 重拍縮圖 或者上傳另外一個縮圖 這裡會顯示一些直播信息 像直播的標題 類別 預定直播日期 是否公開列出 它的創收 等待觀看的人數 點贊次數 聊天收入 是否有新會員加入 這裡會有攝像頭設置 有麥克風設置 在這裡可以選擇分享 你可以分享這個鏈接 去讓別的觀眾去看到你直播 我們可以點進這裡 開始直播 這裡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就開始直播了 在右邊就有信息欄 可以顯示聊天信息 你可以選擇重要聊天信息 或者是實質聊天信息 然後在底下 就可以選擇發送聊天信息 這裡可以加入一些表情包 這裡會有很多表情包 第二個選項 就可以發送超級貼圖 或者超級留言 第三個選項就是 可以創建投票活動 在左邊就會顯示 你直播的時場 有多少觀眾在參與直播 多少點贊次數 在底下就會麥克風設置 你可以對你自己進行靜音 這樣我就靜音了 然後你也可以轉發 使用這個鏈接轉發給其他人 在你想結束直播的時候 可以點這個結束 這裡就會告訴你 你已經完成直播 會告訴你直播的觀看次數 同時觀看人數的峰值 總觀看時長 聊天率 平均的觀看時長 還有時長 你可以選擇直接關閉 或者是說你想做出一些修改 可以點這個 在工作室中進行修改 像是進入到了影片兵器 在這裡可以對剛才直播進行修改 例如說可以進行剪輯或剪切 可以進行模糊處理 可以加入音頻 揪片有畫面 或者加入信息卡片等等 在做完修改之後 你就可以發布到你YouTube頻道裡面 讓其他觀眾觀看 這裡給大家展示一下 如果想用手機進行YouTube直播 你需要達到什麼樣的條件 首先你需要達到至少50名訂閱者 並且在90天之內沒有收到任何限制直播功能處分 並且像電腦端一樣 你需要驗證你頻道 並且使用了直播的功能 如果你是第一次直播 你可能需要等待20小時 對於安卓手機用戶 你需要達到5.0以上的版本 對於蘋果手機用戶 其他的條件都是一樣的 對於版本的要求 你需要達到iOS 8以上 這裡我們需要注意 如果你的訂閱人數沒有到1000人 YouTube只會把你的直播展示給少數的觀眾 並且在結束直播之後 你影片的存檔也會被預設為失了你的影片 當你的訂閱人數達到1000人之後 你也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才能夠完全使用所有的權限 如果想著YouTube上面直播 你首先需要來到YouTube App 然後點這個中間加號 這裡我們有一個選項就進行直播 甚至可以輸入一些直播信息 例如可以輸入標題 然後可以選擇公開範圍 可以選擇公開或不公開 然後你可以加入直播地點 這裡會問你 你的直播是否是面向合同的 然後以用年齡限制 是否需要你滿18歲才能夠觀看 然後也有些其他選項 例如你可以安排稍後播出 或者有一些進階設定 像是你是否允許及時留言 是否只有會員才能夠傳出信息 或者是有包含附會訊息的內容 是否可以啟用有力功能 在所有都完成之後 我們選擇繼續 這就可以讓我們拍下一個縮圖 在拍完縮圖之後就可以進行直播 這會進入到了直播頁面 在左上角就可以顯示我直播時間 有多少人參與了直播 並且直播點贊次數 在左下角第一個選項就是 翻轉的攝像頭 第二個就是有聊天室瀏覽選項 你可以選擇重點聊天訊息 聊天室超級留言 或者隱藏所有的信息 第三個就是濾鏡 你可以選擇不同濾鏡 最後一個選項 你可以選擇儲存精華片段 或者分享 還有就是關閉麥克風 在直播上面 直播的選項比較簡單 在完成直播之後 可以選擇右上角的關閉 這我們選擇結束 這就會告訴我直播一些數據 例如觀看次數 最多同時線上觀看人數 總觀看時間 聊天室的興趣頻率 平均觀看時間 和直播的片長 這我們選擇完成 這次你就會看到 在上傳我的直播 這就上傳好了 剛才我直播的影片 可以點擊右邊三個點標誌 這裡會有一些選項 例如說你可以儲存到播放列表裡面 或者分享這個直播 或者進行編輯 這裡可以讓你進行一些修改 然後就是在YouTube工作室裡面 編輯進階設定 或者刪除這個直播 這就是最基本的 用電腦和手機在YouTube上面直播的教程 如果想在你直播的時候 加入更多的功能 例如說分享的屏幕 邀請更多人參與直播 加入標題動畫等等 我建議大家使用一個專業的直播軟體 叫Stringyard 它可以在Mac PC電腦 蘋果手機 安卓手機都自製使用 現在來到Stringyard 首先需要來到這個選項 Destinations 例如說這裡 我已經加入了我的YouTube頻道 你可以加入其他社交媒體 像是你的IG、Facebook都是可以的 這裡添加完之後 可以來到第一個選項 Broadcasts 這裡我們選擇 Create a Broadcast 這裡選擇New Broadcast 這裡選擇我們想要進行直播的頻道 我選擇我YouTube頻道 這裡就可以開始創建直播信息 這裡我需要輸入直播標題 然後加入一些說明 這裡選擇公開範圍 你可以選擇公開、不公開或思想 這裡可以選擇安排直播時間 你可以在這裡上傳直播縮圖 然後直播開時間 這裡完之後就可以開直播 這裡就顯示我直播的時間 這裡就可以進入到我工作室裡面 這裡可以讓我們測試一下 我的麥克風還有攝像頭 點進入我直播界面 像我進入到了我直播界面 為了顯示我攝像頭的信息 我需要點擊左下角 AddStream 這裡可以看到我直播信息 在底下可以看到有不同的選項 例如說我可以分享屏幕 我點擊這個Shirt Screen 這裡會有不同的選擇 例如說我可以分享整個屏幕 或者分享不同窗口 或者是分享不同標情頁面 例如說我選擇分享我YouTube頻道 這裡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就分享了我YouTube頻道頁面 底下可以讓我選擇不同分享模式 例如說可以選擇這樣分享 也可以選擇這樣子分享 這裡還可以讓我們選擇 邀請其他人參與我的直播 在右邊就會有信息欄 可以看到觀眾花了信息 然後第二個就是 可以加入你直播的橫幅 第三個就是加入一些品牌元素 這個元素就是控制著底下的標籤 它會有不同形式 然後就是你可以加入你的Logo 你可以加入更多你品牌的元素 或是說加入一個倒計式動畫 你可以加入一個背景 這裡底下有提供給你一些背景音樂 也可以添加自己的音樂 最後一個選項就是私人聊天 在你完成直播之後 可以頂這個離開 StreamArt可以很好提升你直播的效果 讓觀眾有更好的互動 更好的直播體驗 我建議大家都去嘗試一下StreamArt 大家可以通過朋友去鏈接 去免費註冊開始使用 如果想找到一些在直播裡面 使用到的音樂還有動畫 我建議大家去看我這兩部影片 我會推薦給你非常多資源 如果想具體了解 StreamArt的完整教程 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 如果有很多觀眾要求 我也專門做這期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個讚 如果了解更多關於YouTube的內容 歡迎點我頻道 如果想用過度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 也能夾到很多金棒的使用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